林向远为娱乐城拉来一笔投资 然后召开阶段性新闻发布会 记者们早早来到现场 可林向远迟迟未到 蒋帆绿和蒋进大为不满 林向远精心打扮了一番 他故意姗姗来迟 记者们立刻围拢过来采访他 林向远公开感谢蒋进对他的帮助 雷宇征和刘思阳等人一起看电视 犯人们看到娱乐城的新闻发布会 才认出雷宇征曾经是雨天的老总 老头对雷宇征冷嘲热讽 恶语相向 其他犯人在一旁起哄 雷宇征想教训老头 刘思阳突然心脏病发 雷宇征赶忙过去救他 杜晓苏和何群飞精心照顾雷霆 雷宇终于苏醒过来 他们俩惊喜万分 急忙把一声喊来 林向远发表了简短的致词 然后隆重介绍蒋进 蒋帆绿看到林向远得意洋洋的样子 后悔和他订婚了 蒋帆绿突然感觉恶心 他急忙跑到卫生间狂吐不止 谢力紧随其后跟过去 他躲在卫生间门外偷听 发布会结束以后 蒋帆绿借口有事先走了 林向远要带谢力去工地 他们匆匆和蒋进告辞 林向远得知蒋帆绿在厕所呕吐 让谢力盯紧他 杜晓苏和何群飞接雷霆出院 雷霆因为脑浴血后 一症变得喜怒无常 杜晓苏耐心照顾他 刘思扬被送回监视 雷宇征早就发现刘思扬是故意装病 就是为他解围 刘思扬自我介绍曾经是一家金融公司的基金代理人 他和雷宇征同病相连 都是因为替别人背黑锅被关进来 林向远得知雷霆出院回家 就买了礼品来家里看望 看到雷霆坐在院子里晒太阳 林向远和谢力亲手倾脚进门 雷霆大骂他是坏人 举起拐杖就要撵他走 林向远谎称是雷宇征的同事 雷霆逼他把雷宇征交出来 对他破口大骂 多亏断管家及时赶来劝慰 好说歹说才把林向远和谢力劝走 林向远看到雷霆的现状 心里按捺不住的兴奋 他终于可以安诊无忧掌管雨天了 蒋帆绿去医院检查得知自己已经怀孕两个月 他顿时傻眼了 直接来看守所看雷宇征 蒋帆绿一见到雷宇征就委屈得泪流满面 不由地想起他们俩小时候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蒋帆绿觉得命运太捉弄人 雷宇征觉察出他今天不对劲 答应永远做他的亲人 希望他幸福 蒋帆绿答应会好好的 谢力把蒋帆绿怀孕的检查报告交给林向远 林向远欣喜若狂 谢力打听到蒋帆绿明天去打胎 林向远来见蒋进 精心准备了蒋帆绿喜欢的食物 趁机向蒋进提出结婚的请求 可又担心蒋帆绿不同意 蒋进让他先着手准备 雷宇征向刘思阳敞开心扉 承认害怕杜晓苏来看他 刘思阳看出他对杜晓苏情深似海 少凯旋从国外疗养归来 从保姆口中得知雷家发生的一系列变故 他顿时惊呆了 杜晓苏来看雷霆 买了棉花糖哄他喝药 雷霆开心的合不拢嘴 段管家向杜晓苏说起林向远来看雷霆的事 少凯旋来看雷霆 没想到杜晓苏也在 杜晓苏把雷霆哄得哈哈大笑 少凯旋全看在眼里 雷霆不认识少凯旋 他很难过 杜晓苏让段管家陪着雷霆去散步 他向少凯旋详细介绍了雷霆的病情 少凯旋担心雷霆接受不了雷宇征坐牢的事实 杜晓苏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他拜托少凯旋把雷霆的照片交给雷宇征 让雷宇征安心坐牢 杜晓苏一早开车去医院打胎 林向远在窗户里看到他离开 提前来到医院门口拦截 林向远求杜晓苏留下这个孩子 杜晓苏还没有做好准备 暂时不想要孩子 林向远苦苦哀求 发誓从今以后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林向远答应马上离开公司 离开这个城市 只要杜晓苏留住这个孩子 杜晓苏被他的一番话打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